今日财经快报 第四季度营收4.8亿元经掉净亏损1.2亿元 新浪科技讯3月18日下午消息 小牛电动今日发布了截至12月31日的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第四季度营收为4.787亿元 同比下滑21.8% 超微电脑盘前涨2.45% 今日起正式纳入标普指数 超微电脑SMCIUS每股盘前涨2.45% 报1095美元 消息上公司并将在本周一正式成为标普500指数的一元 在英伟达AI芯片加持下 超微电脑的服务器销量暴增 消费保健公司Helion称辉瑞拟将持股比例降至约24% 消费保健公司Helion周一表示 辉瑞将出售其持有的约6.3亿股公司股份 从而将持股比例降至约24% 辉瑞目前持有Helion32%的股份 去年曾表示计划在几个月内已缓慢而有调步 苹果、谷歌盘前上涨 两家公司商讨人工智能合作 苹果、AAPLUS盘前涨0.8% 谷歌、C、GUCUS盘前涨超2% 消息面上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正在谈判将谷歌的Gemini人工智能引擎植入iPhone 欧股开盘谱涨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21% 德国DEX30指数涨0.21%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05% 法国KX40指数涨0.11%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21% 高盛、美股对AI乐观情绪高涨 但认为尚未出现科技泡沫 高盛发表报告指 美股对AI乐观情绪高涨 但尚未出现科技泡沫或超出新冠疫情后的高峰 该行认为市场反应的长期增长估算升至11% 高于长期平均水平的9% 美国老牌纺织品和工艺品零售商乔安百货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80年历史的纺织品和工艺品零售商乔安百货申请破产 在疫情封锁期间的销售热潮消退后 该公司无法维持其债务负担 眼下是美股今年最危险的时刻 在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引发市场震荡后 标普500指数上周再度收跌 这也是该基准指数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连续两周走软 而从一个大选年的季节性规律来看 分析师 美联储点阵图会否调整引猜想预计短短美债抛售不会持续 有分析师表示 除非美联储变得相当鹰派 否则短短美债遭遇的抛售不会持续到本周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周创下5月份以来最大涨幅 市场担心美联储决策者将把此前对2024年降息三 小牛电动Q4营收4.787亿元同比下滑21.8% 小牛电动New US今日发布截至12月31日的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第四季度营收4.787亿元同比下滑21.8%净亏损1.302亿元 而2022年同期净亏损3710万元 华泰证券 兴建IFT-3完成多项任务商业航天营Sora时刻 华泰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 3月14日SpaceX试验结果较上次更佳 辉瑞将出售赫利昂约8%股份持股比例减至约24% 英国消费保健巨头赫利昂周一表示 辉瑞公司将出售其在该公司的约6.3亿股股份 将其持股减少到24%左右 辉瑞目前持有赫利昂的32%股份 该公司去年5月宣布 奔驰上条管理层薪酬CEO年薪酬几乎翻倍 得益于高额奖金 梅赛德斯 奔驰首席执行官康林松 Ola Calenius 去年的薪酬几乎翻了一倍 这也是其成为德国DEX指数所含40家公司中收入最高的CEO之一 HBM吸金能力拉满 最新业绩将为美光股价涨势天拔火 智通财经APP获悉 来自美国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将于美东时间3月20日发布2024财年第二季度财报 华尔街分析师们普遍预计美光DRAM存储芯片以及HBM存储系统营收的 退无可退 日系车市场份额跌至14.4%日产等被传在华削减产能 原因是比亚迪降价 黄新旭孙磊当比亚迪喊出电比油低的口号后 日系车受到的影响已有所体现 现在国产车的价格太低了 比亚迪勤降价确实让我们受到了影响 Meta 波音等公司组成的美国商业代表团本周将访越南 包括Meta 波音和能源公司Chivernova在内的一个大型美国商业代表团本周将访问越南 据组织方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称 约有50家公司将参加此次访问 英伟达跨界医疗AI加医药或成下一个黄金赛倒数行业风口 英伟达GTC大会即将开幕 从官网披露的消息来看 有90场活动与医疗保健生命科学相关 数目位居所有行业之手 超过了汽车 云服务 硬件半导体等一众热门领域 诺和诺德 媲美美股七姐妹 壮丽七雄最近频频推动美国主要股指创下历史新高 这七只广受追捧的股票是标普500指数中权重最大的股票之一 由Alphabet 苹果 AAPL 英国二月通胀或跌至两年半以来低点 但英国央行本周料仍按兵不动 英国央行将于3月21日公布利率决议 预计将维持基准利率为5.25%不变 尽管新数据有望显示出英国通胀降至两年半低点 但英国央行可能不会发出即将降息的信号 营收预计同比下滑耐克Q3业绩看点还剩什么 耐克定于3月21日发布2024财年第三季度业绩 市场预期该零售商在第三财季的营收可能出现同比下降 市场对耐克第三财季营收的普遍预期为123亿美元 比英伟达表现更好 这家公司闷声发大财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 英伟达的股价一年内翻了4倍多 而与其合作的一家客户 超微计算机的表现更加瞩目 这家层名不见经传的服务器制造商现已成为AI领域的热 VR未来遭质疑 库存堆积如山索尼停产PSVR2头衔 据知情人士透露 索尼集团暂停了PSVR2头衔的生产 直到该公司清掉积压的未受产品为止 这加剧了人们对虚拟现实设备吸引力的怀疑 苹果聚息与谷歌商谈已允许 Gemini为iPhone提供人工智能功能支持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正在商谈将谷歌的 Gemini人工智能模型嵌入iPhone 这为达成将撼动人工智能行业的重磅协议奠定基础 红海局势推高欧洲汽车价格 来自盖世汽车盖世汽车讯据报道 红海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愈演愈烈 但是据货运线上市场FREITOS报道 由于大部分集装箱运输船已经避开苏伊士运河 本周聚焦美联储三月利率决议点阵图或影响市场动向 在美联储三月会议前夕 主要美国股指已从历史高点回落 本周三 这一紧张局势将迎来解决 3月21日凌晨2点 美联储将公布最新货币政策决定及经济预测更新 俄罗斯首次战时大选结束 普京锁定第五个任期 当地时间3月18日凌晨 俄罗斯第八届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几个小时后 结果就已基本明朗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数据显示 在已统计的约95%选票中 美国对福特驾驶辅助系统展开调查 来自盖世汽车盖世汽车讯据报道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3月15日表示 该机构正在对一辆福特Mustangmark E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华泰证券 日本春豆工资涨幅超预期关注3月日央行议息 华泰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 3月15日日本春豆工资增速达到5.3% 创1991年以来最大涨幅 显著超预期 当前的春豆结果增加了3月19日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合理性 奔驰去年上调管理层薪资 CEO年收入几乎翻倍 界面新闻刘嘉欣界面新闻 陈晓彤得益于高额奖金 梅塞德斯 奔驰首席执行官康林松 去年的薪酬几乎翻了一倍